灌了 十分之一汗嗎?原廠寶桿 軟軟的 拆掉 這個地方是 它的那個卡扣,就是 你收起來的時候,它是利用這個點 去扣住 它久了,磨損了以後呢,就比較會扣不住會掉 然後 有機會 拿到這個 造紅模型國際DA的 獨家販售的金屬寶桿 把它換上去 好,把金屬寶桿裝好了 像老闆一樣 金屬的 然後 我們在裝的時候是 把整個這個 前面的橫桿這個把它拆下來 裝好 再把它裝上去 拆的時候就是把 這個下庫的固定螺絲拆掉 整個橫桿就拆下來 把整個保桿它裝好之後 再把它鎖回去就好了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 比較 就是 它這邊設計的也是很剛好 就是說它剛好邊邊去切到那個 下庫的邊緣 會有一點卡 就是 下庫這邊就會卡到 如果說螺絲有切齊的話 這邊螺絲有切齊的話 這邊就有機會從這邊鎖過來 所以我們可以試的螺絲如果是長度有切齊的話 然後從這邊鎖過去應該就不會去擋到 那 這個 保桿的一個固定的 這個 擦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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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拆掉的時候 保桿就可以卸下來 可以開引擎蓋 那 這個部分其實是 基本上感覺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像我有改電裝的話 它的開關變成在裡面 那變成是 我每次如果要 開關機的時候 變成是 保桿在 在卸下來的時候 就比較沒那麼方便 好 那另外的話 因為 它這個固定燒的部分的話 會有 會有一個叫做開口消的部分 是的 開口消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說 我們每次在拆裝的時候 如果說 我開關在裡面 我每次都要卸這個時候 變成是 它那一個的 固定方式 就 對我來說 就不是很方便 可是 整體上來講的話 整個的 金屬保桿的質感 是相當不錯 那如果你可以用到 原廠的那個開關的模式 把它設在這邊下面 你就不需要常常去 拆解這個 金屬保桿 所以它的質感看起來就 不錯 正面的部分 側邊的部分 就是 那有跟老闆質疑過說 為什麼不要直接在這個外面 因為它 包桿形式的 關係跟 這個 兼顧性 它都有 考慮進去 變成是 它固定在這邊 所以它就沒有用 原來的這一個 固定孔 那如果像這樣子的方式的時候 可能 就會把這一個 切掉 其實 留著應該也還好啦 影響不是很大 整體質感是不錯的 又是金屬的 至少在保護你 車殼撞擊的部分來講的話 算是很優良的 然後旁邊有個壞人說 你要像老闆一樣敲 敲不壞給它 好 呵呵呵 因素 因素 大家 趕快啊 最後一單啦 再貨要到 啦 好給大家參考 還滿了 明天去衝鋒啦 谢谢大家